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元旦期间中国一些地方因为放烟花引起警民冲突 大家知道中国人放烟花最热闹最猛烈的是农历新年 中国人会不会将这个上千年的传统放出一个新的花样 甚至出现爆炸性的局面呢 好 我们今天邀请到三位嘉宾一起来谈谈这几件新年的大事件 首先是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军 郭女士 郭女士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 陈律师 你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还有大家熟悉的电视节目制作人李军先生 你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最近中国好几个制药厂的工人 因为薪资问题而爆发了抗疫示威与警方发生冲突 包括重庆的中原汇集 还有杭州的两家药厂杭州澳泰和杭州艾康 首先请导播放一段有关的视频 好 郭总编 现在中国的情况好像到处都是灾难和动荡 一方面疫情导致中国人的大面积被感染 有人口很多人死亡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状况也越来越糟糕 各地都在爆发很多这种讨薪维权的事件 这次药厂工人的示威活动引发了海外舆论的关注 请您给我们谈一下这几家药厂工人抗疫的情况 其实几个厂的情况都差不多 就是企业突然大规模的裁员 甚至连过去的工资都发不出去了 这在任何一个国家其实都会出现工潮 这是绝对的 那个强制性核酸检测 以前是中国政府强制推动的 就是政府出钱 一个检测剂单独的样本 基本上是要30块人民币 现在突然改变了 政府也不要这些测试剂了 这些工厂就麻烦了 比如说重庆的中央汇集厂 据说当地政府已经拖欠几十亿的账款 工厂它只能采源 而且没有钱再发放给工人 工潮的原因是欠薪 而欠薪的主因是政府而不是企业 它这个药厂员工维权活动和以往我们看到的一些维权活动 你觉得这一次有什么不同 确有不同 比如说警方的镇压力度是比较弱 而且厂方很快就答应了要解决问题 因为这次导致的主因是政府 中共非常心虚 尤其地方政府它更心虚 因为它拿了企业测试剂 但它不给钱 它非常心虚 对中共来说我们都知道在整个中共的历史上 它不怕有钱人也不怕知识分子 它最怕的底层的老百姓 所以我估计地方政府它一定会想尽办法来解决 不能把事情闹大 目前中共中央它也很心虚 因为这个清零这个政策早就该转向了 它不转向而且是坚持清零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就一个原因就是中共二十大 因为这个政治的原因不能在二十大之前 或者是二十大中途中间之中这个过程中爆发疫情 那现在各种问题都拖出来了 那我们先看一看过去 我们先看一下中共这过去三年 它为什么做核酸检测 就是政府其实花了很多钱 像那个美国之音的昨天引述高盛集团的那个首席经济学家 他发表了五月份的一个这个数据 他就是说如果按48小时接受一次核酸检测的频率计算 其实这个远远不止这 现在就是说在中国过去三年 这个期间很多人是一天做好几次核酸检测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低最保守的数据 它是占中国 如果我们按占中国总人口的30%的中国大型城市来计算 每年的核酸检测费高达2000亿人民币 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这样的一个做法 推广到覆盖全国70%的人口 估计每年消耗大概2.5万亿人民币 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最低的数字了 然后中国东吴证券首席分析师 也公布了去年 去年五月份也公布了一个估算 他认为如果在所有二线以上的城市 实施常态化核酸检测 每个月总费用上限可以超过就是1200亿人民币 就是说一年他就要花去1.4万亿人民币 如果我们按这个数据来算 如果说我们按2.5万亿一年来算 这三年其实就是7.5万亿 如果我们按照二线城市 我们按照二线城市都要进行这种核酸 就是48小时的核酸 那他就是要一年要用1.45万亿 这个都是非常保守的数字 三年也就要将近5万亿人民币了 所以就是说就核酸一项 我们这只是算了核酸一项 还有方舱还有大白的费用等等 所以这个费用是相当庞大的 那李克强上个月召集了专门的会议 就是要求企业解决欠薪问题 但是这次的问题的核心并不是企业 原来像企业三角债 企业自己的问题 这个是由于政府中央政策直接导致的问题 所以说这么多钱 这么庞大的资金 这三年耗费国家 那本来应该是在这个疫情期间 应该多进口点药 多准备一些药 多买些疫苗 甚至呼吸机 我们知道现在的那个养气呼吸机 全部断货 就是医院进不了 家庭备用那个养气呼吸机 结果这些事情都没做 就是所以老百姓就是非常的那个愤怒 中共也非常心虚了 对那创创你怎么看 可能中国民众现在也越来越清醒了 这次杭州澳泰那些抗议现场 我看到有公安警察警告说 我们要把人带走 要调查 结果民众说这不是刑事纠纷 这民事纠纷 你如果刑事拘留 你是不是要有传唤证明等等 你觉得中国民众现在是更厉害 更聪明 更懂法了呢 还是说他们确实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我觉得这一次就是我们从10月份 其实从这个10月份彭丽发的抗议 然后到11月份这个乌鲁木齐的大火事件之后 中国更大规模的抗议 然后接着到12月份更多的 其实还包括10月份富士康的事情 就是说这几个月的抗议 我们确实看到了中国人民在自身的利益 受到了这个损害的时候 人民其实是知道他们是有抗争的办法的 是知道是有抗争的手段的 他们平时虽然并不表达他们对这样一个当局的政治上的部分 但他自身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 他还是知道该怎么做的 我觉得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事情 那共产党自己他倒是也说了 他说能有人民币解决的问题就不是这个敌我矛盾 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那么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之下呢 他还是就是说至少是对大多数人呢 他用钱收买一下 然后可能对于少数的这样工巢啦工运啦 这种组织者啊领导者啊 或者说有政治诉求的 他们可能要把他给动手抓起来 但是对于大多数的人呢 他还是要这个想办法把他压下去的 而且这个过去这个三年以来 这个中国现在共产党自己也不好意思提出 好像他三年巨大的一个成就 他反而提的口号就是说 要全面的恢复这个人们的信心 那么在新年开始的时候 或者说是二二年底的时候 发生这么多抗议的事情 习自己在新 这个习近平在这个新年赫辞中 新年祝辞中也是要强调说 要这个要理解大家的困难 大家都不容易希望能恢复起来 所以我想他这种放软的一些姿态呢 应该和这有关 倒并不是说他突然改变了 对人民的这种善意 改变了对人民有善意 不是的 他永远是有这种恶意 他是要压榨剥夺人民 然后最近有一个很流行的 被删掉了一个词叫人矿 也其实就说明了 中共对于这个中国人真实的一个态度 他目前只是说 中共暂时的呢 他这个毕竟他是 他是被迫放开的 他遇到一个这么大的挫折 他要短期的要收买一下民心 所以他手段上有些放软 他自己遇到很大的挑战 我并不认为说 这是代表着他放弃了斗争了 他自己这个引以为傲的斗争 这样一个态度 只是短期的一个说 要收拾一下民心 欺骗一下民意 我认为他是这个主要原因 那李军你有什么补充 你觉得中共的这个态度 是不是有一些变化 在这个年底到今年年初 就现在在几次活动当中 能看到警察他确实比以前软了 就一些处理方法呢 不像以前就是正化维稳的时候那么强硬 那么我认为呢 这个他这样做呢 可能我个人为两层原因 一个呢是来自于最高层 因为这个高层啊 中共这种体制下最高层的 他这种我们把它有个贯话叫 贯词叫定性 这个事情你怎么去定性的 他会决定警察怎么做 那其实对于那个像白纸革命 对吧 那习近平到最后说了 是因为三年疫情下来 学生们心情不好 人民内部矛盾 对啊 他这么一说心情不好之后 那这些警察他肯定不敢乱动啊 对吧 那因为你动了之后 那怎么说呢 所以呢 那习近平他一些表态呢 因为他考虑到各种因素吧 包括这种民众的这么激烈 他呢 做了一点缓冲 我记得他新年有一个讲话 什么中国14亿人什么 对 不同意习近平说了一句话 说中国有14亿人口 对吧 那有些问题 有不同的诉求 不同的想法 是很正常的 这话说出来 说实话大家都会觉得很吃惊 因为他一贯要求 统一思想 统一思想 看齐 那他的话说出来之后呢 那老百姓拿着话去怼警察 警察一点完美 我有不同的想法了 你该把我怎么样 那习都这么说了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是就这种最高层的一些 他放软之后 或者放了一些软化之后 造成这个结果 第二个呢 其实现在地方警察呢 很多时候呢 他们也很矛盾 他们其实现在很多地方 处于一种躺平的状态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其实这个三年的清零政策吧 可以说他们 老百姓的话 就是把该得罪人全得罪光 因为压得很紧啊 不压紧不行啊 万一有了 他帽子就没了 但是突然有一天告诉他这个错了 然后呢 这个责任呢 还不是高层的 对不对 为什么 所以是因为是你层层加码 造成了老百姓的怨气 那这种情况下 就是这个锅啊 实际上习近平是把它甩给地方了 那地方这个锅淹了下去之后 他再出现情况是 你说他怎么办 他说原来我这样做 然后你告诉我错的 现在如果我再强硬 是不是又错了呢 所以干脆 对吧 你既然把锅甩给我了 那我就躺下 所以很多时候呢 这个现在警察 他这个 因为中共的维稳系统是很厉害的 真的很厉害 但是面对这种情况下 那么他现在开始处于一种被动的 或者躺平的状态呢 我个人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是这么一种 有这种一种趋势 对 因为以前啊 在海外经常有专家提到中国的问题啊 其实有一句话 就是说中国得出现一个情况 中国才会出现变化 当然他又说了几个条件 其中一个是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就是影响到政府收入了 那现在呢 不光经济不好 而且地方政府还花了很多钱 债务巨大 所以很多地方啊 在减薪 包括警察 包括政府 我前几天还有一个朋友告诉我 说他一个亲戚是 县长 也要减薪 县长也要减薪 所以 创创你认为啊 像这种 这个 基层警察 或者基层政府的这个情况变化 跟他们的这个减薪 有没有关系 我想这是很有关系的 就是说 这些人投靠中共 卖身于中共的一个基本原因是说 我想挣得自己的一份钱嘛 他就想过得比别人舒服 结果现在你这个经济变差了之后 把我们这些减薪 我想这个减薪确实是挺普遍的 不仅仅是 那县长当然说 你把这个县里所有科员都减薪说 你自己要做一个表率嘛 而且还要把以前的那个 一些好处来要给吐出来 那对这些人来说 那在卖命的时候自然是 我要考虑一下了 我是不是直当的 就是说 我稍微缓一下 又能怎么样了 对不对 也以此作为筹码 要挟对方吧 要挟上级 拨更大的款 给他们这个 给他们更大的 这叫养扣自重 你把这个强盗抓没了 你也就没用了 好 我们现在呢 谈一谈这个胡新宇的这个案件 导播给我们放一段 跟胡新宇这个案件有关的视频 我家新宇是在学校被害 我恳请公安 恳请政府 要立案 你还要安吗 我请跟你说的 我不要杀这个 我叫回家 我们今天请来问有历史 我们要找出胡新宇 找出这一段 上扰的这名高中生 叫胡新宇 在学校里面突然失踪 从去年10月14号到现在吧 已经80多天 警方现在查不出个所以然 1月7号 警方呢 发布了一个通告 说没有发现胡新宇 在校内被害 或自杀痕迹的证据 通报说 是胡新宇 自行离开学校 目前警方据说还在权力调查中 这个案件为什么被海内外高度关注 主要的原因是大家怀疑 胡新宇可能被人给绑架 甚至活摘器官了 其实由于大陆经常发生学生失踪的事件 最近这些年 人们开始怀疑这些学生失踪 与活摘器官有关 李军呢 我知道胡新宇这个案件 跟你以前做的一些这个纪录片 其实是有相似之处 你觉得他这个案件有什么疑点 你怎么看 他疑点其实大家现在都比较熟悉了 对吧 比如说警察 他来让律师不要介入 对吧 或者他当时怎么监控录像又坏了 又没了 然后后来的网上又不断爆出一些传闻 说他的这个血型跟某重病高官的血型 好像很离奇的能配上 然后又说他其实那时候并不是这个 分数线没到 把他特招进来 其实早就在计划室内等等等等 这种传说非常多 那么疑点也非常多 但是我觉得呢 不用去说这个疑点 反正这个人没了 对吧 那么这一点就是说 其实这种现象呢 在应该说这些年来并不少见 包括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候武汉的 对吧 一个二十多个学生 对 大学生 大学生 而且当时他那个父亲啊 在大街上哭的叫啊 说我的儿子在哪里 我的儿子在哪里 那么他这个呢 就是这些人就失踪呢 很多时候呢 大家会联想到 就是现在某些中共高官们 对吧 走的时候他还说 我换了很多器官了 那么这是不是有必然联系呢 我个人觉得这里面 我不能说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这里面联系性是非常强的 那么以前呢 因为我也做过一些这方面的调查 也去采访过一些 这个很多这个行业内的医生 做医生 所以知道中国器官一致行业的一些内幕的情况 对 那你那些专家会有什么样的这个一些介绍 你说的活摘器官呢 其实在海外和在中国其实有很多争议的 那你到底怎么看这些争议你觉得是因为你亲身做过了这个节目啊 采访了很多专家那他们是怎么说能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我采访大概有七八个医生啊 那么因为有些医生呢他不方便出境了 后来我就来把他说了一些原话来跟我说 其中有一位医生 我印象很深的 就是他在99年之前就是在中国大陆学这个的 外科的医治手术 那么他们当时呢他在行业内他就知道 说那时候中国的器官医治行业起步的时候 就是为中央领导人服务的 他不是说给民众来做器官医治的 但是那时候呢就是他这个因为人数很少都是死刑犯嘛 用死刑犯 而且呢他讲了那时候他们都知道 就那时候死刑犯枪毙的时候都不打死 不打心脏不打头打肺 打个半死之后呢 然后医生上去拿了器官给这些中央领导人给他们去 严寿给他们虚敏或者给他们治病 但是呢这个行业呢 他在2000年的时候发生了个变化 就中国的器官医治行业呢 在2000年突然爆炸性增长 就原来啊一年大概做个几十例一两百例 到了00年的时候呢 突然涨到上万例 所以那时候南方周末 我记得还发了一条新闻 叫这个器官移植迷雾 但见器官不见人 你这个器官医治行业不是种菜 你是要那么多器官的 那你怎么可能一两年之间会这么大增长呢 那么那时候就说明什么 就是说中国的器官医治行业出了很多问题了 那么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中国器官医治行业 它这个换器官的速度太快了 等待时间太短了 大家知道在美国 现在有大概两亿的这种自愿捐献人群 那么你等一个器官 美国副总统欠你等一个器官 等了两年 对不对 但是在中国那时候2000几年的时候 那个医院打广告都是一个礼拜 甚至几天 还有是什么随来随做都有 所以那你这么多人来做的时候 一万多人 你随时来能随手 你的供体在哪里 那么那时候呢 其实调查的比较多的就是 早期的时候 其实还是那个 我所了解到是 那时候很多法轮功学员到天安门广解市去上访 后来被他们很多人给关起来了 关起来之后呢 然后来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呢 这个法轮功学员毕竟是有限的 对 他用完以后呢 用完以后呢 所以很多医生 他就发现就是很多中国的这种器官移植行业 他就开始往其他人就开始延伸了 所以这些医生啊 那么他接受我采访 我印象上还生的就是一个美国的一个伦理学的医生 他专门一些医学伦理 他就直接告诉我 他说据我们了解 中国的器官移植行业从起步的时候 就是违反医生的伦理道德的 医生是救人的 不能杀人 但是呢 他们了解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子的 你先等一下 我要问一下这个闯创 闯创你现在是律师啊 你怎么从法律的这个角度 因为法律要求证据啊 那证据学你觉得这个证据现有的 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怎么去看这个事 就很多指控说中共内部啊 存在一个这个活摘器官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首先我们有两个证据 第一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中共是一个系统性的在撒谎的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说那第一这就明确的说明 他之前十几年的完全彻底的否认是一个撒谎 对吧 那我们第一就知道了 中共这个做这件坏事的人 他是一个习惯性的撒谎的 然后第二我们还有一个更确切的证据 就是说在做因为就像刚才讲的时候 中国这个器官移植突然暴涨之后呢 那些中国的医生呢 他有一个这个医生行业他们要发表论文的 要介绍自己的这个做医生的这个经验的 那么中国的医生就发表了非常多的关于器官移植这么一个论文 对 然后就是即便是从这些学术界能够接受 而且这些论文是发表在国外的这种杂志上的英文杂志上 即便是按照这些杂志的学术界的这样一个正 这样一个正规的要求的这样一个完全达到了那种标准水平的啊 都能发现其中记载了很多明确的 是在人没有死的时候 是在供体没有死的时候 医生 中国的医生把这些人从他们身上把器官给摘了下来 是非常清楚的证据了 证明了这样一个 它就是一个火灾 然后呢第三就是最近刚刚有一个消息 就是说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明确的违反了这种医学伦理的事情 所以最近刚刚有一些期刊 在外国的这个学术英文期刊 把那个中国学界中国医生的这样一些论文给撤掉了 撤掉了相当多一部分 因为这个这个这个是明确违反规则的是不能再保留的 所以我想这几个事情明确的就可以说在中国存在着大规模的广泛的 这是我们说不清楚来源的那一个这样一个活体 这个活摘器官的事情 我想这件事情其实是中国人从很简单的想一想就能就能想明白的 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实在是过于丑恶 让你无法让大多数中国人根本无法直面这个罪恶 以至于他们自己选择了 我们就好像视而不见 我们只要不谈我们良心上就不会受到谴责 其实中国人只要面对一下真实的一个数据 就是说那么大规模的这个人体器官移植来源到底是什么 根本就没有办法用合理的办法来解释 只有一个最坏的解释 但是你自己良心上面对不过去 面对不过去 那就只好我们就不谈就必要不谈了 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跟胡新宇这个事件基本上同时发生的 还有另外一件事跟他是一个相对照 就是12月9号2022年12月9号 中共文联元党组书记 这个副主席高占祥在北京的死亡了 中国全国政协有个副秘书长叫朱永新 在他自己的一个公众号上面 发表了一个悼念文章 文中文章里面说 高占祥身上的器官换了好多 高占祥戏称许多零件都不是自己的了 这段话把高占祥身上的一个巨大的秘密 给抖出来了 而且视射人体器官移植 这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当然也会引起大家的注意 郭总编 这个器官呢 中国的这个黑幕啊 中国民众现在其实比以前更关注 对不对 你认为为什么他们会更关注 对这个非常关注 相对于之前 因为和相对于以前相比呢 中国人呢 现在因为他意识到这个活摘器官 这件事可能是真实的了 可能是中共最大的恶心 活摘器官是大纪元最早报道的 当时我记得是15年前吧 当时最早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线索 我有参与其中 就是那很多人当时都不相信 我去到了很多西方的媒体啊 跟他们就带的 我们有带证人去爆料啊 那大家都不相信 那个因为这么可怕的事情 你想都不敢想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而且会怎么可能有这么邪恶的人类呢 都不敢想 很多人后来听到我们在说啊 甚至那些证人在介绍的时候 很多人当场都在哭 因为太刺激了 因为我记得当时接触这个事的时候 那几个月都在想想都在流眼泪 因为不就是你太冲击你的那个思维的那个底线了 所以那个是就是非常难过了 对 我想打断一下 这个活摘器官在有一段时间 它的主要的来源 很可能是在监狱里面的法轮功学院 也就是说 因为这个问题很简单 你在监狱或者在社会上别的地方找器官 它可能面临很多其他问题 因为你可能 你在监狱里面犯罪的人 他可能吸毒的 他可能有各种传染病的 他有各种各样身体上的问题 但是法轮功的人的身体很好 而且很多人他为了反抗 他不报这个名字 这个是最关键的 因为他对法轮功镇压是连坐 他连坐以后 你去北京上访 如果是湖北的 那你送到湖北去 你的家里人得来领人 那是连坐 所以法轮功学院为了怕连对家人 基本上上访都不报姓名 也不讲名字 也不讲他是哪个地方来的 这样导致了一大批社会上 就是你查不到他的地方 查不到他的来源 你说法轮功学院 对 其实那时候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刚才说监狱 其实监狱呢 我个人只是认为可能是一个小部分 因为那时候我在调查的时候呢 很多医生他跟我反馈 在2000年以后 02、03 那时候很多医员 他一开始他做不了那个器官移植 对 都谁做呢 就是从那个军队请医生过来做 就是军医过来 器官就来了 那么带来个问题 你作为一个军队的医生 你的器官哪里来的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呢 我看到一些相关的报道 其实很多法轮功学院 他是被军队给关在一个地方了 所以这才可能造成 就是说一般的医院的医生做不了 然后军医一到手术立马就能做 所以这里面啊 他有的时候可能监狱是一部分 但有可能更多一部分啊 还在军队系统 还在军队系统 这个高占祥的事情和胡语心的这个胡心语啊 他为什么会联系起来呢 跟这个学生失踪有什么关系呢 器官就是过去我们知道那个器官倒卖啊 就是以前的中国就是倒卖妇理嘛 倒卖那个婴儿就是谁家没孩子倒卖一下 给谁没孩子那个 等于是买个孩子了 或者是谁家很穷 娶不到老婆 就拐卖妇女 娶个老婆这样 但现在就是失踪的人呢 就是都是十多岁的年轻人 就是说这个是让人非常的怀疑 这拐卖这个十几岁的人干什么 那就是而且就是所以就大家对这个把这两个是联系在一起 而且是中国是大量的那个高级官员 他们有一个保命计划嘛 就是他们的那个那个数 所以就是现在就很多很多就是发现就是大学生啊 年轻人啊器官失去了 因为他的器官这些年轻人器官没有经过这个耗损 他的器官是最好的 所以他们是要找好的器官来换 对对 郭战强这个还有一点就是他说的什么 他说他换了多个器官 大家要知道器官移植啊 一般情况下肝肾是最多的 对吧 换两个已经很过分了 你要多个的话再多是什么 就是心肺 所以他最少他如果是三个那就换了心或肺 如果四个的话那就是肝肾心肺全换了 而且你不顾是一个文化部副部长 副部级干部在北京扎堆吧 对对对对吧 那你一个文化部的副部长能换三四个器官 对 你到上面能换多少 那为了保这些老干部们又能换多少 那这些器官从哪里来 那有多少年轻人会跟着着殃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啊 真的是中国人应该不得不关注了 对还有一点啊 就是说 郭总编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说这个 中共的清零政策和他们大量权贵换了器官也有一些关系 为什么 因为换器官有个最基本就是因为不是自己的器官嘛 身体本能就会产生一个排斥 这个很多医学专家最近都都讲了这个问题 就他身体本身要排斥那么他会注射一个叫做那个抗排斥药 他这个药的名称他的他的学术名称叫做那个免疫抑制剂 就是他得打一个抑制剂让你的免疫系统不工作 不然的话你的免疫系统在工作的时候会把这个你换的器官给毁了 所以就是说换了器官以后不能打疫苗 不能将这个身体暴露在这个病毒的环境当中 因为他这个换器官基本上没有免疫力 就是我们最看到香港 大家看到那个最感性就是刘兰雄富豪 他是换了器官的 所以你看他出去 他的那个女朋友把他扶着 然后他那个纸都是每个人手都是消毒纸 那个这个是公众 最典型的看到这个 就是说他不能在病毒的环境下暴露 那高占祥这样的这种 他是正部级的官员了 他器官换了不止一个 他身体 这是他的身体需要清零政策 就所以换句话说 中共高官和一些权贵 他们是需要清零政策的 所以他需要清零政策来确保在这个病毒 这个问题真是想起来令人确实有点毛骨悚 细思极恐 对 那好 我们可以进入下一个话题 中国正在发生一个叫烟花革命 这个是2023年元的 中国很多地方的民众打破禁令 在跨年庆祝活动中放烟花爆竹 一次发生了很多警民冲突 所谓烟花革命吧 我们放一下视频 我们小时候放烟花从来没有移动的 现在这个都是像装甲车一样的 这简直是太有创意了 从这个视频中看 中国人好像他不仅仅是在放烟花 他感觉他不是喜庆 更像是一种情绪的发泄 这些他都不在乎 你看刚刚有警车在后面追 根本就无所谓 在河南有围观的民众还掀翻了警车 但陈律师你怎么觉得 中国民众是真的不怕警察了吗 他敢于做这样的 有点我看起来像造反的行动 我觉得有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确确实实是 中国人在过去三年被积压 这种清零战争中被积压的这种 要宣泄 要发泄这种愤怒 感觉这种悲伤的 所以到了过年这样 总算有了一个机会 有了一个明目 虽然说官方有这个禁令 但是有了一个合适的时机 这大多数人可能是这样子 但第二部分就是有少数人了 大多数人恐怕是没有这种勇敢来突破 但是少部分人是有的 所以我们在看到 河南的先翻警车之后 那个小青年 其实他甚至叫精神小火 他就甚至要跳在上面去表演舞蹈 其实这种小年轻他们就是胆子大的 他们并不知道 中共的这种专政到底有多厉害 而且他们自身 他们毕竟年轻人的时候 需要表现一下自己与众不同 他们并不在乎 而且也看到了那过去一个多月来 你中共不是说原本说好的东西 以一下子180度大转弯 你这么说话好像也不算数的嘛 就是说他要自己来站出来 其实这种极少数人来站出来 敢于站出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这就够了 在大多数人在很快他就会跟进去了 你就像在上海的时候 其实就一个很可惜的 在上海那个这个白纸抗议的时候 其实在抓那一个人是如果旁边 如果旁边有那么两三个人敢于站出来对抗的话 那么其他人都会跟进了 但是很可惜没有 所以说上海的警察就很容易的在当街 就把那一个只是举了一个鲜花 他没有做任何事情那一个小火就给抓走了 那如果是在河南像这样的情况下 那警察得出动多少人 那如果在重庆的话 对对对 那就更不一样 所以其实这个大多数人呢 只是要发起一个情绪 但是有少数人敢于站出来 有这个表达自己的勇敢 其实这就够了 我们也看到了确实是有这样的 还是很令人欣慰的 对 但是最近不管怎么样 我看到的结果是 很多中国地方政府对这个烟花这个问题 基本上都退让 所以你们可以放 可以在什么什么地方放 你觉得这个好像跟以前中国政府的表现不太一样 他这个退让是不是也是会成一种 一种未来一段时间的这个特点 是因为中国民众更勇敢了 还是说因为中共政府更心虚了 我觉得两个都有吧 就第一呢 就是说民众确实是过去三年需要发泄一下 然后第二呢 这个其实政府的那些人呢 在这种突然放开之后 他们也有很多人感染上了 所以他们自身的执行力也有下降了 那么他自己也不想啊 我过去三年那么费力的为你卖面 现在你一下子转过来了 他们自己也有一些力不从心 我想象也是 所以暂时有个退让 但我觉得还只是暂时的 中共自己的口号向来是说 不允许这种反对政府的形成势力 形成气候 那么如果真的这么下去 大家都觉得共产党不可怕了 那真的对他提出政治可调 怎么办 还好现在这些放放烟花了 然后这些喊喊了 还只是发泄一下 并没有到上升到一个政治项 敌对项那个东西 所以中共暂时的 我觉得是 而且正好现在也马上要过年了 过完年之后 他要经济全面复工了 我想那个时候 他态度应该就会发生变化 不一样了 他觉得自己熬过去了 对在中国这个系统里面 会比较有意思 你把警车推翻了 但如果你是定性是 人民内部矛盾 可能也就是一般的处犯一下 但是你如果只是 拿一张白纸定性成敌我矛盾 你可能要坐好多年的牢 李军你觉得这个烟花 在中国有两千多年历史 据说这个神仙什么 如何如何 又是跟年寿有关 如何这个 这个是中国人过年的一个重要的习俗 你觉得这个今年春节 也就是农历新年 这个烟花 大家放起来是个什么样的心态 会是 我觉得这个往后吧 有可能这个烟花 他还是会慢慢的把它给 就禁放啊 给它取消掉 就是因为呢 说实在话呢 我觉得中共它 禁放烟花爆足的 它从道理上 它是说不通的 就是你说那时候我记得 我在国内做媒体的时候嘛 禁放烟花爆足讲的最多是什么 讲的最多就是说是因为过年的时候可以让消防员过个安身年了 就不会有火灾了 那么如果这个逻辑要通的话 我觉得咱们就不用出门了 对吧 坐飞机也不用坐了 开车也不用开了 对吧 因为这些东西它都会造成事故啊 对 那么警察不就交警就可以不用那么站岗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逻辑其实上很多人它是不认可的 但是因为你中共原来太强势它没办法 那么而且这个燃放烟花爆足呢 它是中国一个很好的一种传统文化 2000年 它其实这个事情啊 它本身是有一种叫什么呢 咱们中国人叫驱鬼驱邪的那么一个内涵 就是一个信念要来了 但是呢那些这个年寿它也是一个寿嘛 那么当然有的地方它说是一些邪啊鬼啊 那你通过放了之后 啪啪炸了之后呢 把这些邪灵赶走了 来带来个美好的新年 对 那么所以大家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说放烟花爆足的时候 放完之后大家都是很happy的 那是 都很开心 不管大人小孩都很开心 然后这个这么一个开心的事情 你找一个完全站不住的理由就没了 那谁愿意呢 但这么多年下来到现在呢 我觉得老百姓也是觉得实在是没有意思 我们还是想恢复这一块 我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近方烟花爆足 如果按照中国传统话来讲 其实只有谁最怕呀 只有那些年寿 对呀 只有鬼最怕嘛 所以你共产党干的事情 怎么是鬼最怕的事情呢 老百姓很开心的事情 鬼怕的事情 你非要按照鬼的要求去做 这个我觉得 因为中国人都信这些东西嘛 对吧 过年了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是往前走的话 如果越来把这个烟花爆足放开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老百姓都很开心的事 然后呢 鬼让他顿记的事 其实我想一想啊 我们小时候其实整个过年最开心的事情 我们小时候没什么娱乐 小时候最开心就是过年 过年最开心其实就是放烟花爆足 对不对 这个小时候我看我父亲在那放那个大爆炸的时候 是最开心的就啪一炸 就觉得哇 过年了 对 非常非常兴奋 所以那时候这个取消了之后 大家一个共同的感觉 这个年没过 这个年就不是年了 对 就没有那个过年的感觉 对对对对 而且好像就是那种确实不知道心里还是什么 就感觉硬沉沉的啊 没有那种喜庆的气氛 对 那郭总编你补充一下 你觉得这个放烟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在香港我在香港待很多年了 其实香港是最早进那个烟花炮足的 很早就进了 但是呢还是留下了一些传统 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些痕迹 比如香港新界就是新界就是说那个还保留原居民的一些传统习书 他的那个婚上嫁娶啊 他都会放烟花 那另外呢就是清明端午的 这些清明节端午节 有些地方他要申请 因为这是英国人进的 不是那个早就进了 然后呢 他可以申请可以放 所以我们有派记者去采访 采访呢 就比如说最典型的香港的清明节放火龙 它就是一个火龙啊 身上插了很多香 点起来 那个还有那个火花 然后那个火龙一无啊 那个非常漂亮 而且那个驱邪的那个感觉 那个气氛非常强 那那个追溯起来 这香港人都知道 就是说因为就是中国每个朝代 不同时期都有那个瘟疫 它其实这个放烟火就是去瘟疫的 就是历史上就是去邪嘛 就是瘟疫 那中国人就是说 瘟疫是就是因为是邪气入侵嘛 邪魔入侵 所以放鞭炮就是驱魔 驱邪 驱晦 中国人讲 所以香港人认为呢 英国人就开玩笑了 香港人因为英国人进放那个炮煮 就放烟花袋 它都会盛行啊 很多文明的覆灭啊 很多的那个政权的那个倒台啊 都是跟瘟疫有关 那比如说很多西方大型的弥煞活动啊 它都是就是跟中国人这个差不多就是去邪的 去这个瘟疫的是一个概念 那现在就是说 只是现在中国民众放烟花 在这个moment 就是这是清零放开以后 中国就马上中国新年了 那个厂商刚才也说的对 就是说中国人放烟花了 更像一个泄愤现在 如果他在发泄泄愤 如果当局这个时候去住址的话 那这个情绪就一定会针对中共政府 所以这个我认为整个放烟花的这个动作啊 就是类似白纸运动也好啊 他没有白纸运动 其实他有红纸啊 黄纸啊 他都有啊 你不让放烟花 他砸锅里也是一样的 其实就是他反映出来 就是说老百姓对中国官民之间的冲突是越来越激烈了 而且这个不满越来越加剧了 这个火山我看随时可以会爆发 创创你来补充一下 这个火山是会由烟花把它垫着吗 还是有别的事情 对现在是确实是要过年了 那美国在这个独立日的时候 不也是大放烟火吗 对 我想就是说在接下来马上就过年的时候呢 中共可能就是 他可能不会 即便是不把这个禁令撤销 但是如果人们真是放的话 他恐怕也会争一只眼 避一只痒 过这一个时刻 他不会真的说在这个时候跟民众对着干 那么但是有一个根本的问题 就是说因为习接下来做的 不敢做的所有的事情 他其实真的是要伤害到人民的利益的 他要达到自己的那一个目标 那其实不仅是民众利益 包括他的一些权势阶层也会受损 那么这些人早晚的最终还是只能走上 和这个习政权和这个中共政权 逐台政权一个对立的这样的路上 那个民心早晚是压不住的 我想是没有问题的 宇军最后还有 中国其实在中国情况 刚刚郭总编说的对 关键问题是现在官民的矛盾的问题 他不光体现在这个讨心 不光体现在对官方这个学生失踪 对这个官方说法的不信任 也不光体现在放烟花 它的根本在于不信任 我认为就是整个官方的 所以有人开玩笑说 整个三年清零 清得最干净的 是中国共产党的信用 这个信用一旦清掉呢 那个整个社会 它的运作会失效 所以我们看一看 这个中国的烟花也好啊 或者别的这个 其他的一些民怨的爆发 很可能会在2003年 会有一些其他的用其他的模式 用其他的方式会表达出来 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 其实现在啊 我觉得三年清零呢 民怨很大 现在转向这个开放之后呢 官宴也不小 官院 对对对 所以呢 民怨加上官院 我想这2023年啊 挺有细看的 好 那我们下一期来专门 做你这个官院的问题 好好好 今天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也谢谢三位专家 给我们提供了非常精彩的观点 多谢大家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今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